冰城有一道小吃是最让人摸不着头绪的 这道食物叫做鲜鱼 福建话叫鲜鱼 生的鱼的意思 可是里面根本没有鱼 我爸爸是85年做起的 当时我还没有出事 开始的时候是在七条路路旁 过后这个鲜鱼建起来 就搬进来鲜鱼了 OK 我鲜鱼是不 可以 只要鲜鱼 鲜鱼 它是一道像鲜鱼这样 有虾饼 有豆干 有鸟鱼 鸟鱼鱼是虾抓的 像虾卷这样 还有黄瓜丝 沙克丝 还有海浙 多少钱 哪一点 多少钱 这样给你 一点四块半 四块半 来 谢谢 那个番薯酱料是红番薯的主要 然后有加一些花生粉 芝麻 那鲜鱼为什么没有鱼呢 实际上这道食物最早的时候 是有生鱼的 因为这道食物它其实是源自于 冰城娘惹跟漳州的福建人 早年在美逢就是正月初期 仁日的时候吃的一道食物 这道食物福建话叫做 酒糊鱲 酒糊就是鱿鱼 鱲就是搅拌 混捞的意思 其实就是做沙拉的一个 指定的一个动作 那实际上这个酒糊鱲 就是一道娘惹的沙拉 而根据老人家说呢 这个酒糊鱲这道食物呢 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生菜丝 例如沙格丝 青瓜丝等等的 另外还会加入 汆烫过的鱿鱼跟海浙 然后更重要的是呢 以前的人还会加入腌制过的 鱼 也就是生的鱼 然后用盐 醋跟糖来腌制 而正是因为有这种腌过的鱼 所以这一道食物呢 才叫做鱼 那酒糊鱲这道食物呢 其实年代很久远 我也没吃过 而且现在可能也没有人 再制作这个酒糊鱲了 反倒是当年的一些小贩 把它带到去街边去卖的时候呢 因为保留了鱼鱼这个名字 可是呢 却省略了鱿鱼 省略了这个腌制过的这个生鱼 所以就变成出现了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也就是 钱糊没有鱼 如果是钱糊来讲 应该是跟肉上有一点关系 钱糊吃到食物啊 有些人在农历新年初七的时候 冷日那天 就有特地来买钱糊吃 就是冷日要肉上嘛 有钱人肉上啊 没钱人肉钱糊 那为什么年初七 冷日的时候要吃 酒糊鱲这种有生鱼跟生菜的食物呢 这就跟原乡的潮州人 客家人跟福建人呢 在正月初七要吃七菜糕 是一样的道理的 而且呢 在原乡啊 有些人除了这七种菜 也会加入鱼 意思就是呢 取食有鱼啊 好 来 给我打包一包啊 好 可以 那你年初七的时候啊 对啊 会不会特别好生意啊 会比较多人来买 为什么呢 有些人买回去肉上啊 年初七是人质 真的有人拿这个来肉上啊 对啊 有啊 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马来西亚 会盛行所谓的七彩鱼生 就是结合七种菜 跟广东人的鱼生 在人日的时候呢 一起来捞生这样子的一种习俗 主要呢就是在这么一个呢 尊重生命繁衍的古老节日啊 用各式的生菜跟生鱼呢 来祈福纳吉啊 有没有加料版本呢 年初七 加一点鱼生啊 加一点鱼鱼啊 什么这样子 没有 可以考虑哦 可以考虑 下次可以有捞生配套哦 可以考虑 换句话说呢 以后人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买所谓的 彩鱼来捞生哦 尤其是如果可以把以前 就是九五桥里面 原本就有的鱼鱼啊 还有腌制过的彩鱼 加进去 那么这一道小吃呢 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彩鱼了